台灣藝術的最高殿堂國家兩廳院 可以說是台灣的門面 而眼見民眾肯定發現 裡頭的工作人員制服全換了 找來台灣新銳設計師陳少彥打造 挑脫以往莊嚴的黑色套裝 全新的制服採用大袖口設計 顏色也以中國藍淺灰藍為色調 重點是以往員工都要穿黑色皮鞋 現在臉部穿襪的休閒鞋也成為新選擇 那比較輕鬆的節目像是聽子類的 我們可能就會以休閒鞋的造型 另外點制工的制服則運用兩廳院素材 將logo線條色塊拼接 和鞋邊開插的設計 整體造型比以往活潑 以前的那套制服 因為它是以黑色為主要的調性 所以它會感覺是蠻沉穩 但也很俐落這樣子 那現在的這一套 因為它有很多更顯眼的色塊 那感覺是比較活潑的 就是的黑色套裝呈現莊嚴典雅風格 新制服更添活力 要給民眾截然不同的新面貌 記者潘六里 榮靖 台北報導